提升便当自助餐店废纸餐具回收成效 花莲县环保局推出 紫餐具循环友善店家补助计划 协助店家购置紫餐具回收设施 及红外线语音播放设备 让店内用餐的民众可以更方便 完成资源回收与垃圾分类工作 花莲县环保局表示 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让自助餐店和便当店的紫餐具 使用量增加 为了让民众把食用后的 废纸餐具妥善分类回收 环保局特别推出了 紫餐具循环友善店家的补助计划 协助业者来购买紫餐具回收设施 还有红外线语音播放设备 同时还寻导民众正确的紫餐具 轻分叠三个步骤 来提升废紫餐具的回收成效 我们环保署最近有在推一个 循环友善的店家 就是针对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还有一些外送平台的新型 那现在饮食人比较方便 都会习惯用外带的方式 然后就会使用很多一次性的餐具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推说在 自助餐店或是便当店呢 可以有一个比较妥善回收的一个机制 因为纸容器有时候很多残渣 或者是酱汁 那都不好清洗 那以后进入到回收的处理设施呢 也没有办法妥善的来回收跟再利用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这个 希望店家呢 能够使用我们的这个 回收的一个回收柜 然后在这边做一个清理 然后妥善的分类 然后把它叠在一起这样 增加这个回收的效率 有了这台回收车 业者表示相当的实用又方便 减少很多后续要做分类工作的时间 其实我们有时候客人 他会不知道怎么回收 那他要怎么放 那所以有这个的之后 他写的分类的很清楚 那个纸杯在哪里 厨余在哪里 垃圾在哪里 所以申请这个主要是让客人 能够很清楚的明白 我们的回收要怎么做 这样 对比较方便 因为它分得很清楚 餐盘啊碗啊筷子啊什么的 都很清楚 以前没有这个的话 你们都超出这样 有时候会混在一起 那我们是必须要靠人工去 把它再重新分类 那现在就会减少这样子的麻烦 对对对对方便很多 环保局表示 申请的截止期限是到8月31号 而花莲县府和申请资格的 有127家业者 有意愿要申请的已经达121家 环保局也希望透过这项补助计划 让业者和民众都能够更落实 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工作 减轻环境的负担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